香港藝人周星馳来台宣传新戏 近年来很少在荧光幕前露脸的他 新戏又没有看到他担任主角 让影迷都好担心 他是不是之后都不演了呢 今天新爷在记者会上面说 当然不会不演 头戴黑色鸭舌帽保持微笑 近五年没来台湾的港星周星馳 难得来台宣传 应该有几年四五年前 四五年啊 上一次对啊 他说这个在中部这个海鲜非常棒 拉着小猪罗志祥做地培 曾多次在记者会上 表达对书琪有好感的周星馳 不只倒戏时格外专注 还邀请书琪演唱电影主题曲 不过再被问到相关问题 却把罗志祥当挡箭牌 我觉得书琪的唱歌也是 真的是 你有问专家啊 你有问专家 把球丢给他 你有没有听过 早在一九九四年 周星馳就开始指导电影 近年的电影《少林足球》 功夫都让他名利双收 更奠定心也从演员成功 转型成导演 不过最近一次担任主角的 长江七号 已经是2008年的电影 这次新电影 主角依旧不是他 让影迷难言失望 我以为之前很多人在传说 你之后不演了 这个大人不会啦 所以下一部戏看得到您主演吗 下一部戏我导演 我找他来拍 除了不拍戏让影迷失望 周星馳日前接下新任广东省政委 也引发争议 他在开幕大会缺席 开会也大时到45分钟 现在更传出猛声辞意 失去这个职位是真的吗 没有没有 还是会维持 对对对 两边会不会很忙忙不过来 其实一直都是忙的 新也否认辞职 媒体提问有问必答 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现场媒体大阵仗 电影公司更派出 四名以上保全护架 喜剧天王的人气可见一斑 U-DN TV 卢威中学佳妮 台北报导